大家好,我是小青 现在已经入秋了 早晚起来的天气也是越来越凉了 这个时候给大家要多吃一些冬瓜 今天小青就分享一道 农村老一派人使用冬瓜的特色做法 出国后鲜香味美 营养丰富不流失 下面就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冬瓜 先使用刀把冬瓜的外皮切剧不要 皮取出干净之后 再从中间对面切开 一分为二 花壤取出干净之后 再给刀切成薄片 切的也不要太薄 大概切成有3毫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这样吃以来的口感也会更好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都切成像视频中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放一个盘子里面备用 下面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葱花 做这道美食多放一点小葱 吃起来会更香 葱香味浓郁 做出来的成品也比较好看 切好之后取一点小葱放入小碗中 另一半的葱花放入大碗里面 下面来调个面糊 加入反烧食盐 反烧食三香或者五香粉 再加入三人克的玉米淀粉 再加入八人克的普通面粉 再磕入一颗鸡蛋 最后加入一勺清水 然后使用打蛋器来搅拌一下 把里面的调料都搅至均匀 在调制面糊的时候 往里面加入淀粉和鸡蛋 这样吃以来的口感会更加的柔软 不会硬邦邦的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一直把面糊调整像这样 稍微浓稠的糊状就可以了 先放一盲备用 再准备三个大蒜 先用它压一压 将细压饼 最后再简单的剁一下 剁成笋 剁得稍微细一些 这样很容易出味 剁之后放入小碗中 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灯香又补盖 下面再淋入半炒热油 激发入食材中的香味 接着再加入半炒鸡井 半炒白糖中和口味 一点生抽酱油 再来一点香醋 接着使用勺子搅拌一下 把里面的调料都搅至均匀融化 如果喜欢吃辣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辣椒 这么一道灵魂的料汁就调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下面把冬瓜放入大碗中 然后使用筷子来搅拌一下 让冬瓜片多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糊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一直搅拌成像视频中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下面准备一个定面秤 加入一点食用油 然后使用刷子刷一下 使饼铛的表面都涂抹成薄薄的一层 接着再把冬瓜一片一片的放入饼铛里面 在放入的时候 每个之间尽量分开一些 以防粘连在一起 全部下入进去之后 使用上下火模式 盖上盖子 小火慢煎三分钟 三分钟过后 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然后使用筷子滑动一下 使冬瓜片受热均匀 以免煎到金黄色的时候 再使用筷子翻一个面继续煎 把冬瓜的两面都煎熟煎头 继续煎三分钟 现在的冬瓜已经差不多了 把边上煎的颜色浅的地方再煎一下 煎熟煎透一点的冬瓜才好吃 我们一枝煎到像视频中这样的金黄色就可以了 看着也是很有食欲 然后把冬瓜装入一个盘子里面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么一道让冬瓜就做好了 这样做来的让冬瓜鲜香味美 吃起来清淡又比较爽口 蘸着料汁吃也是香浓入味 冬瓜这样做不红烧不油炸 吃起来也比较健康 好吃营养不流失 做法也是比较简单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